动物也是妈妈 动物也有感受 现在有很多这么好的骗子 人类的现在有个话 一个女人全部天天给他炸她的人奶 炸完以后把她脱去杀掉 每天都没穿衣服 就两个管子插在里头 天天给人家吸奶 这个就是乳牛的可怜 那你说人不行 乳牛可以 那你不慈悲 所以佛教说你吃肉伤害了 直接间接伤害了其他动物 你没有悲心的种子 也不要谈自己是有悲心 那没有悲心 就不可能会保护众生 能够度众生 那这一点一定要能够做好 当然有时候你真的做不到 至少厨一食物 吃素 吃一餐 能够有福报 现在各位到温哥华叫有福报 吃素的人生的天更高 更清净 而且现在素食这么好吃 就是千万如果你还在吃肉 千万不要吃活活的龙虾 螃蟹 那是那些蛤蜊 贝壳类 那是非常残忍跟不道德的事情 千万不要 如果你无法避免吃肉 你家里的人不要吃动物的内脏 因为动物在被杀一直痛 它的意识就一直跑到它内脏里面去 然后你吃到它的内脏 那它的神事就跑到你身上去 也附着在你的内脏里面 这也是个不慈悲 所以西方人还好 它看不到那些动物头那些 它只是觉得它是个食物 那我们华人整只拿来吃 明明有头有眼睛 然后甚至有些还吃活活的 喜欢这样火烤的 烧烤的 所以这次日本发生这个火灾 如果一般来讲被烧死的人 就是过去最喜欢吃烧烤的人 烤火虾 烤鳗鱼 很喜欢吃烧烤的 最后你就会遭遇火灾的灵孽 这是非常恐怖的 这个夜暴 那没办法形容 所以在这一点 各位多去思维这个道理 那你会觉得 虽然肉很好吃 它不慈悲 虽然蛋很好吃 但是不慈悲 因为为了孵蛋 多少母鸡被虐待 多少小公鸡下来就被杀死 因为思维这个道理 但是话要讲回来 各位 我今天只是勉励各位这样做 譬如说你吃素了 别人还在吃肉 你不要看不起对吧 因为它将来 如果因缘成熟 它可能也会改变 对不对 你多帮它回向 多帮它持重 这样就好了 你不能看不起对方傲慢 那这样就失去悲心 所以人都有过去 搞不好他哪天学佛比你还厉害 只是他因缘还没成熟 好 所以第六条 那这是摩托的 是要证实行 不要吃肉 你能够吃就吃 不能吃没关系 处于食物 或是有空在家里多吃素 我认为做妈妈的 家里不要杀生吃肉 那你出到外面没办法 但至少家里很清净 日本人很厉害 绝对不在家里杀任何的动物 因为他们有佛教的传承在 但是不要把家里成为一个 我常常讲厨房不要成为屠宅场 冰箱不要成为兵仪馆 餐桌不要成为杀乳战场 肚子不要成为动物的坟墓 因为念一下众生平等 真的众生平等 这样去看待世界 所以来第六条 学佛的悲心爱护所有动物 诸佛不吃肉 佛经写得很清楚 佛经写得很清楚 没有一个佛是吃肉了 要称佛 佛陀时代的阿罗汉 吃的肉都是佛陀神通变出来的 没有意思的 这是故意的慢慢引导他们 而不是活活被杀死的 但佛陀入涅槃 但佛陀讲我入涅槃以后 一切佛弟子不得吃肉 一吃肉非我弟子变成罗刹鬼 所以我讲佛陀是视线的 而不是说他是 譬如说你要镀那一只海狗 你要镀那一只狮子 那佛陀会视线成一只羊 然后借他吃掉它 来镀这一只狮子 所以成为佛有这么大的神通功德 来帮助各种众生 所以第六条 好 各位 尽行寿 学佛悲心乃至敬畏来寄 不吃众生肉 不吃众生肉的戒律 各位 能吃佛 能吃 好 我讲 我们也回向一下 来 归功德 授戒功德 哪怕一条 一条 两条 三条 四条 都可以 特别 有人甚至发愿要吃素 这个功德太大了 来 回向法界众生 县世父母 六亲眷属 回向所有历代祖先 堕胎胎儿 冤亲在主 所有往生者 同享功德 永离山途 同生净土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我等于众生 皆共臣佛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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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电视台的存在 代表佛陀的教法及慈悲 让大众能够感受到 感谢各位收看生命电视台 也愿大家多护持生命电视台 护持账号1996-5232 1996-5232 护名生命文化基金会 海淘法师红法行程 1月30号星期四 定光古佛圣诞 葬礼重日 清水祖式圣诞 上午十点半 慈悲基金会新竹分会 新春祈福财神法会 点到电话 新竹中心 03-545-6691 元启佛学会 03545-6692 新竹中心 03-533-7368 1月31号星期五 上午九点半 苗栗红法禅院 新春祈福祖式 Jackie 新春祈福商会 新春祈福药师法会 供送药师金 典腿万灯 勾万水 十贡样 既为炉饶饷宴 联论电话 037-991-513 037-336-026 2月1号星期六 念药师刘梨光如来 持着处罪三十节 五殿言王顺诞 上午八点半 台中五方讲堂八观栽戒 联络电话04-2238-9987 2月2号星期日 药师如来书圣公等日 善行与恶行成一千倍 玉皇上帝万寿 上午九点 嘉义慈悲狐 共火摘天祈福法会 即新春团拜 联络电话 嘉义讲堂05-225-5888 嘉义中心05-216-6700 和墓中心05-230-8348 2月4号星期二 贤节千佛书圣公得日 善行与恶行成十万倍 上午八点半 和春技术学院 大发校区篮球场 南区联合举办 共佛摘天新春消灾祈福大法会 点万灯 共万水 护生 联络电话 高雄慈悲道场 07-311-1656 高雄凤山中心 07-710-3522 高雄林雅中心 07-722-1749 高雄右昌中心 07-365-4369 高雄生命书方 07-221-2323 欧元流通处 07-783-1120 高雄岗山中心 07-622-2555 高雄岐山中心 07-669-3636 慈悲流通处 07-381-7809 2月5号星期三 上午九点 万灯慈悲超度道场 八关灾解 限时购 护生 点万灯 共万水 联络电话 08-751-6018 2月6号星期四 观圣地军飞升 上午八点半 台南麻豆园区 八关灾解 即消灾 祈福共灯法会 联络电话 台南道场 06-213-1112 台南西区中心 06-258-9177 台南新颖中心 06-659-2367 盐水药室道场 06-652-2170 高雄路逐中心 07-607-3377 2月7号星期五 念贤节千佛 持着主罪一千节 上午八点半 云林观音讲堂 八关灾解 护生 点万灯 共万水 要共祭祠被施食 联络电话 05-633-1565 敬邀十方大德 踊跃前往参加 阿弥陀佛 让生活自卑 让心更自由 生命电视和你 一起直诉念佛 放声点灯 持着 接下来请收看 《波浪讲座》 《波浪讲座》 演唱 Whoa 《波浪讲座》 温暧暗 《波浪讲座》 是 剩下 20 溃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